來到里長辦公室 鐵門已經拉了下來 大門也尋鎖 按門鈴也都沒有人回應 台北市市林區之山里里長辦公室空無一人 李明找不到里長 疑問之下才發現里長出國去玩了 市南海又是屬於一區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去玩了 你幹嘛一定要這個時間 你不要命別人要命 講實在了 里長 里長夫人和幾名林長 一行二十幾人從十二號出發 預計二十二號返台 屬於自費私人行程 團費五萬多元 共十天的旅遊行程 這個地方之山里會淪陷 因為他們回來要隔離 他們看到新聞要隔離會淪陷 第一個時間 我就打電話去給黃珊珊副市長 他們如果回來 一定要用最高的標準去做防疫 參加里民大小活動 里長臉書上 曬出多張和里民的合照 看得出來相當熱衷於里上的活動 只是幾天前 新北市里長出國才引發爭議 配備市竟然也有里長不顧疫情危險 帶隊出國玩 斯里蘭卡那個地方 它當時還是旅遊的二級建議而已 所以它出境這個部分 其實是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啦 那一切也都是有按照程序也有合法 疫情指揮中心17號宣布 斯里蘭卡旅遊警示提升到第三級警告 返國一律居家檢疫14天 這回里長出國 副市長黃珊珊也承諾會落實檢疫措施 只不過在這防疫關鍵期間 里長堅持出國 難免引來負面觀感 記者阿光亞曼黃雲韓台北報導